《青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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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想要問我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檢察官來做筆錄的時候 你說我殺人藏命 我明明 批一批 你判我死心 那時候他在弄魯伯興電玩 所以他自己都帶刀子 就是要防身啊什麼的 有了口角之後就是可能一言不合嘛 然後他就一刀就把他刺死了 自覺父親對他偏心 不滿父親多次要求他出外工作 埋伏在家門口 砍殺父親一百多刀後致死 一二省陳玉安都被依照殺害的原因 就第一次看到這個年輕人的時候 那個好像全世界跟他都是敵人 在法庭呢 那是跟他媽媽有見到面 基本上他是離我們很遠 那個眼神讓我感覺的就是懼怕的眼神 希望犯下這樣的罪 來讓自己快速地得到死亡的結果 他一直是認為 他只要做出了這個事情之後呢 很快的他會在鐵運站被保全 可能就是八強隔壁 當自己的孩子做出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大概最痛苦的事情就是 這個問號會跟著他們一輩子吧 那這個問題恐怕一生都得不到解答 好,很開心 之外 發生了 所以 做到來